我媽買了17張寶貸 因為她要講50塊的寶貝 而且都是拿不回來的 超多錢的耶 那是拿不回來的 幹嘛呢 因為她就被人家騙啊 就是可能認出她的雅皮 雅皮講說 好性感 漂亮 每天都 要買啦 可能他們同一家認識 這好騙 這好騙 去... 這個貨啊你先吃 吃了有效你就去賣給你的朋友 吃不完我還逼著 WISH我的女兒吃 那其實重點他不是吃不完 他是賣不掉 重點是他還跟我收錢 那你就下線 我就對 他下線 老良 怎麼了 從今天起請教我 潘麗婷 你確定是潘麗婷嗎 你不是 哪有這種Slogan 有啊 有這種藥啊 你看看嘛 潘麗婷嗎 這三支 三支怎麼了 這三支筆 居然要賣我200元 這三支要200元 是 可是 哪裡有寫 這裡有寫啊 這裡寫8元耶 你這個是做愛心嘛 在火車站前面買的嘛 對 OK啦 好啦 還有一件事啦 就是我走在路上 有一天有人跟我說 小姐 你看起來業障很重 他說 你後面背了好多東西 所以呢 我必須跟你結緣 我必須讓你推薦這個 你該不會買了吧 業障手環 你猜多少錢 這一條喔 他說我戴了之後呢 業障就會遠離我 真的嗎 擋煞用 業障遠離我 是 那你怎麼跟我主持 你也主持 好啦 好 你很有知知知名 這個大概有五六百塊吧 888啦 慶祝父親節啦 888是不是這樣 你幹嘛買這個 你是尾遮眼是不是啊 所以你看 我是不是寫著我很好騙 你真的 看你的大西瓜 莫名其妙 歡迎收看姐妹亮起來 歡迎今天一天到晚 被當盤子姓潘的朋友 歡迎Apple 哈囉 還有我們祥犬 盤子臉 當然還有盤子母子黨 朱雨萌 還有我們英慧姐 歡迎 超盤 老言啦 是 你有被人家當過盤子的經驗嗎 極少 畢竟我滿聰明的 可是有因為你讓我當了盤子 哪有可能 很多很多 沒有這種事 是這樣的 因為呢我們最近呢 我們家呢就是在想說 小孩朋友要不要學鋼琴這樣子 那因為呢這個我老婆呢 她雖然是這個婚禮顧問啦 但是呢 因為她以前是紅牌的這個鋼琴師 她那個是很有音樂細胞的 然後她小時候就看我兒子嘛 那我兒子就是有時候 那個老師放音樂 他在那邊啊 你看 然後她還說你要看喔 你要看喔 你可能看不懂 你兒子喔 不管 不只是正拍 她連反拍 她都知道就是韻律感 韻律感很好 一定是遺傳到她的基因 所以我跟你講 然後她就說她教鋼琴這麼多年 她看到這個就是曠世奇才 這個不培養喔 你真的太可惜了 對不起 江東父老 她本來是周杰倫第二個 因為你不培養 你沒有眼光 所以說你看她都沒辦法 我說要培養來啊 怎麼了啊 好啊 弄啊 然後她就說那就是要先買鋼琴 我說為什麼要先買鋼琴 她說不然的話她回來怎麼練習 她就打電話給顏麗婷 然後顏麗婷就跟她推銷了 一台上門拍的鋼琴 然後就買了什麼 買了以後 有一天我來上班 她就拍一段影片給我 就是我兒子這樣這樣 熟來熟去 然後就過去去那邊彈彈彈彈彈彈 她就說好棒 你看 她很有興趣 她過去彈耶 什麼有興趣 因為那個打開以後 還可以按伴奏嘛 電子機 或者是按什麼 她就把它當Youtube 再聽音樂 你知道嗎 那你就用台電視手機 放音樂給她就好 我說那你買這幹嘛 電視手機打開 不是也可以聽音樂 對啊 是因為是我 你如果打給翔全就是三十萬了 是因為是我才三萬 我告訴你 你要感謝我 莫名其妙 所以我還要謝謝你 是 那其實今天我不是最盤的 因為演藝圈最盤的四位 今天都來到這裡 而且還有一隊 是一家人 沒錯 我很容易因為人家說 我這都是為你好 然後就想說 我就相信他了 像我之前就是朋友呢 他是在做保險的 那保險就很需要業績嘛 但我那時候不知道 他就跟我講說 你要不要買保險 然後我那時候好像是 剛進黑社會沒多久 有賺了一點點錢 他說那你有在理財投資嗎 很年輕耶 對那時候很年輕 所以你根本沒有在理財投資什麼 我就說沒有耶 他就說那我幫你 你可以買這個十年的保險 然後就當存錢一樣 很好啊 然後你就存進去 滿好的啊 對很有道理 但是你存進去的錢 你不能拿出來 然後等到十年以後 保險都是這樣的 對他就會連著本金 然後以及賺到的錢 會一次退給你 儲蓄錢 對就類似儲蓄錢這樣 然後他就說你就買這個 但我那時候算了一下 十年喔 但我每一年都要繳個 差不多五萬多 然後我那時候就覺得說 可是我也沒有賺多少錢 因為我又是租房子 在台北租房子生活 所以我覺得五萬多對我很多 但他就一直吸我 就說你就是要強迫自己存錢 後面好我就存了 我就存了兩年以後呢 有一天他就打電話跟我講說 我跟你講 我換到另一家保險公司了 我說那什麼意思 他說你要不要現在 跟著我去另一家 我說那我之前那個十年的呢 他說沒關係你就不要管他 簽個單子放在那邊就可以了 所以我就跟他跳到另一家 然後一簽又是十年的 那種保險的約 你是不是以為是經濟約啊 對啊 你怎麼那麼好變 我不知道啊 然後他就說我這都是為你好 因為原本的那個條件 沒這麼好 他現在轉到另一家 另一家的條件更好 那保單會一直更新是沒錯 但是我也是滿盤的 我就沒有在理他 我就想說我就乖乖存錢這樣 然後就直到認識我現在的老公 就差不多三四年前吧 我那時候剛認識的時候 他也是問我說 那你有沒有儲蓄理財 我說有啊 我以前有買那個十年的保單 我還在那邊很秋的對不對 然後我有啊 然後他又說 那你有去查一下 他現在狀況怎麼樣了嗎 我就說我印象中 我有轉過一家 所以我也沒有去查 他說那你趕快查查看 結果我一去查 我之前停掉的那個保單 就是連本金都拿不回來 為什麼 他好像就是停掉了 所以他就會一直扣 對...他會扣你的錢 裡面的錢他就是後面的 第三年第四年 他會扣原本裡面的本金 所以我不僅拿不回錢 那個就是等於是廢在裡面了 所以就莫名其妙損失十萬 對 然後我新買的那個保單呢 十年了可以領了 我想說那當然把它領出來啊 太好了舒服 對 領出來了以後呢 才賺兩萬多 什麼 這麼低嗎 這麼低嗎 十年賺兩萬 我老公說你買這什麼保單 你比擺在銀行還低還什麼的 對啊 然後就說你就是被朋友騙了 那你朋友說你轉去那個新的 他有照顧你嗎 我後面想一想 不是啊 我轉到新的保單以後 後面好像再也沒聯絡啦 你 你朋友是標會吧 騙你的 我後面都發現 哇 你是很盤耶你 對啊 耳根也到了 搞到現在我再也不敢亂買保險了 可是還好後面那都有拿回來 至少有 我跟你講 想要保險 所以我媽就 不是 我媽有一次我跟你講 我媽就是一個很特別的人 我媽有一次去住院 然後我有朋友是住保險 因為她要理賠想說 有一些東西可以理賠 她買了很多保險 我媽買了十七張保單 蛤 十七張 十七張 那賠很多了 沒有賠 為什麼 一張都沒賬 然後她一年要繳五十幾萬的保費 一年 一年她要繳五十幾萬的保費 然後我朋友幫她一查 全部都是那種電話打來那種有沒有 人家想說奇怪 有一陣子媽媽一直在房間裡面 跟人家講電話 到底在跟誰講電話 也可以講超久 她就這樣 我跟你講 怎麼拿他 就會一直這樣 花枝亂戰的 對… 聽不出來有什麼內容 沒有 我聽不出來沒有 沒有 我想說 那可能她在跟她朋友聊天 或什麼之類的 英明般的笑聲 結果是她買的保險 都是電話推銷的那種 電話行銷 然後她同一家的她買了四張 然後另外一家買了六張 跟她聊天 然後有信用卡的 有什麼什麼 而且都是拿不回來的 超多錢的 那要拿不回來的 那要幹嘛呢 因為她就被人家騙啊 就是可能認出她的亞萍 亞萍講 你好性感漂亮 然後每天都 等一下… 可能她們同一家認識 她說這好片… 去… 我要用她 所以搞了十七張 十七張 然後一年後就五幾萬的 所以動力火車那一首歌 是根據亞萍姐的故事 寫出來的 我很大片 因為我有十七張巴仙 這種事情很不幸的會遺傳 好 我跟你講 被看不起自己當盤子 被看不起自己衝出來當盤子 被看不起自己衝出來當盤子 小時候我記得十八歲的時候 我就到香港 跟我朋友到香港 帶了兩萬塊 兩萬塊 那時候十八歲還講 很多耶 很多很多 兩萬港幣喔 兩萬港幣 十萬喔 十萬喔 對… 媽媽給的… 那時候還四筆多的時候 十七張保單那位女士嗎 對…那位女士 就是對亞萍女士給我的 然後那時候我就到一家名牌的店 我想想店員都是這種 她臉就這樣 從頭到尾都這樣 這麼拽 都這麼拽 都這種態度 然後她就覺得一副這種 抬啊 抬啊… 就看你沒有 就看我沒有的意思 你知道我就覺得 那時候我就很生氣 然後我就… 隨便我就指了一雙皮鞋 我就說拿來這雙給我試穿 然後我說好 我去買 買單 要結帳 我就直接買單 那一雙一萬塊港幣 然後… 你也才兩萬 你就花了一萬塊 我第一天到… 第一天到進的第一家店 我就花了一萬港幣 是… 為了那口氣 為了那口氣 吞不下去 因為他們狗眼好像… 我就覺得他們狗眼好像有點看人低 我就覺得我好生氣 我就自己衝出去當盤子 然後那個鞋我穿了兩次 我就不穿了 因為不是很好穿 也不是很好… 然後… 第二天 然後我去那邊的香港的夜店 我爬到一個比較漂亮的 就是高年齡的姐姐 就是她是… 做模特兒的公司 她就叫我 那我就有跟她就是… 對… 你這段聊得這麼心虛 對… 不是… 因為後來… 就跟她交流了一下 就跟她交流了一下 因為我不知道怎麼說 我現在結婚了 結果本來就跟她交流了一下 交流了一下 對…她是真的 她是模特兒 就是夜店認識 反正後來隔天我要請她吃飯 結果她…我說你想吃什麼 她說她想吃一個日本料理 可是我那時候身上 我基本上已經只剩一千塊錢 我沒辦法講 好像要兩千多 三千塊這樣子 一個菜… 就是兩個人的菜吃起來 很廢 我就覺得… 怎麼辦 當時年紀又小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我打給我媽求救我 我說媽… 我沒錢了 可是我把到一個… 就是有一個女生 然後我要請她吃飯 然後現在吃日本… 尷尬 你知道她打給誰 那時候寬姐剛好在香港 然後寬姐到日本料理的… 送錢來 她送八千塊港幣到… 寬姐… 寬姐… 她送了八千塊港幣 到我班店拿給我 寬姐你很熟 寬姐你很熟 那是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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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她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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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沒有 她沒有這樣 這樣是余天大哥 對… 余天大哥才懂 她是那種… 對… 然後都不講話 她不理我 然後就是拿八千塊 謝謝… 謝謝… 我那時候不太認識到 謝謝… 她就啪 就走了 她是生氣的 就撤掉這樣 然後就是反正這個… 天哪 你好欠揍喔 媽媽好疼你喔 媽媽是真的滿疼我 不是 因為媽媽也沒時間管她 因為媽媽要應接不暇 很多電話 她要講 她要講電話 你知道嗎 她要處理好不好 對啊 那母子長… 母子長有什麼 羽毛你有什麼… 我覺得媽媽很多被騙 但是觀光客 這個是真的 我跟你講 雖然會被騙 因為我這幾年非常常去泰國工作 是 然後順便遊玩 在泰國被盤的最大的一次是 剛好到那地方要遊車盒 我就問人家價錢 那你們遊車盒大概多少錢 一個人兩千塊 兩個人四千啊 我跟我朋友都互看一下 我說兩個人 一個人那兩千好像有點太貴 那我說殺價 那你說那一個人一千好不好 他說 好啦 看你們很像學生 很像大學生 那我一個人算你們一千就好了 馬上錢一千 我跟我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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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賺到來泰國對不對 直接砍了 然後我跟我朋友就上去了 哇 多開心感 一上去 傻眼 他那遊車盒那船非常的小 就算了 很窄之外 他說你會沿途看到那個 他們居民的生活 也沒有關係 你就會體驗當地民情嘛 你就看看就突然看到 然後有一個小朋友在旁邊尿尿 然後呢 他尿尿 對 他在尿尿 他尿尿 你還有拍 你拍他尿尿 他在尿尿嘛 就尿尿 就經過... 然後尿尿就自然嘛 發現下面餐廳有人在洗菜 洗菜 然後就... 然後有點怪怪的 就覺得奇怪了 然後就發現那個 遊車盒旁邊的那些樹蟲有沒有 有一些很大隻的蜥蜴 好像什麼科摩多龍 還什麼龍 就是他們泰國特有的 但你去哪裡啊 很大隻的那種龍 是寵物嗎 是大蜥蜴 他們野生的蜥蜴 當地的那種 然後重點是 好 我們那個船很小 旁邊有好大的 像那個鯉魚在跟著我們 好酷喔 好酷喔 欸... 我叫我朋友看看 你看 真的還假的 好可怕 厲害了 厲害了 這一切很值得耶 對啊 這很值得耶 OK啊 又看到鱷魚 又看到尿尿 什麼都看到 他要看火多龍 對啊 好 我們冷靜... 重點是呢 下船之後 下船之後 我發現了 後來上船的人 跟那個人收錢 十塊的泰銖 泰銖 就等於泰銖啊 然後你給一千塊泰銖 我給一千塊 我跟我朋友一人給一千塊 太誇張了 然後還被鱷魚追 然後你還以為自己賺到 對 我後來就再也沒有去那種觀光行程 就在泰國 就他們怎麼講 我都不會被騙 真的喔 這落差太大吧 對啊 我是有去那個船上 然後旁邊不是有賣東西 有... 什麼水上市場 你要停下來 然後跟這一攤買家 買東西 對 然後因為我很喜歡長頸鹿 然後就看到它一個長頸鹿的那個 木工的燈 就不用掉在家裡 然後它是長頸鹿的樣子 然後那邊晃了 沒有用燈泡 是不是就覺得... 那你去觀光 你就想說... 對... 門口不是很多木雕 你搬回去你累不累 但那隻就這樣而已嘛 然後就問他多少錢 他就說... 五百塊 五百塊 聽那些導遊朋友說 都是可以殺價 對... 對... 其實對我來說已經很便宜了 想說他們也是辛苦錢 我就說... 那... 那... 四百... 好啦... 這樣子好 然後就買了就很開心 然後買到那個判手裡 然後就再繼續水上... 大概五家後 看到一個一模一樣的 我就好奇啊 想說會不會是... 你賣多少錢 多少 多少 他剛剛不是喊五百嗎 五百 五百 那個是要... 這件事也有遺傳 母子都是冤大同 這個貨啊你先吃 吃得有效你就去賣給你的朋友 吃不完我還逼著WISH 我的女兒吃 他其實重點他不是吃不完 他是賣不掉 重點是他還跟我收錢 那你就下線 我就...對 他下線 你訂了沒... 趕快訂起來囉 訂起來囉 他剛剛不是喊五百嗎 五百 那個是要... 差太多了 所以我多花了三百九十五 跟羽毛是一樣的啊 他們到底有什麼事情啊 他是看人 然後我就跟那個划船的說 back... go back go back...no backward... 他就說回不去 算了 對啦 那怎麼回去啦 公公區就這樣子啊 對啊 應惠姐... 對對對 我好朋友啊 有一段時間很夯很迷那個直銷 然後他自己也覺得 他自己做得非常非常好 然後就不斷地遊說我 偏偏的跟我說 這個直銷啊非常的好 吃得對自己好 從裡到外 從頭到腳 都可以乾乾淨淨的 而且可以幫助自己健康 也可以幫助別人健康 然後呢 又有收入 這有多好啊 沒毛病 那好吧 那我也加入 然後說那要會員 要有會員價 啊 要先付錢哦 要先付錢喔 來 gonna來 然後我就講 好吧 那就付啦 就付了五萬塊 三天後 要囤貨那一種 囤貨到我家 要你先買 對 先買貨 然後他還說這個貨啊你先吃 吃了有效你就去賣給你的朋友 結果呢 吃吃吃吃 吃不完我還逼著威脅我的女兒吃 逼著她都快要抓狂了 沒有 她其實重點她不是吃不完 她是賣不掉 然後她賣不掉之後呢 不管是健康的 你們就是給我吃飯前空腹喝 然後就逼我們喝 因為健康嘛 妳有覺得有用嗎 沒有 不管有沒有用 媽媽跟你拿錢 她說我就算你批價 反正就批價 那你就下線 我就對 我跟她下線 他們那個有圈圈的 你知道嗎 所以我跟你們講 有時候那個低於行情價 你就覺得聽起來好像賺到 其實不是這樣子 羽毛你有這樣過 低於行情價 我覺得這最容易發生在 買賣車子上面 對 尤其是你 因為車子那個價格很大 對 因為範圈太大了 因為你在網站上 看那些中古車的那些網站 你看那種低於行情價 其實都滿恐怖的 然後其實我 我人生的第一台車子 二手上買了一個H牌的 就是日本的那個 對 就F開頭那個 AA結尾那個 小車那個就是很好開 然後很好修那個 也沒什麼太大毛病的 它不是市場價 應該是在四十幾萬到五十幾萬 當時 但它那時候 便宜 便宜我說可以啊 對方也跟我保證說 三個月內 如果你開了有問題 保固 我絕對幫你處理到好 OK的 然後服務也很好啊 就開在我家 然後幫我去什麼送修什麼 認證什麼 我覺得好像OK很棒啊 然後開始有一次 我跟我媽媽家族 我們約在新竹要吃飯 就去開去找他們 從桃園開始開 快開到新竹的時候 我開始亮燈 我那儀錶板的那個引擎 開始亮燈 那不對 這樣對嗎 然後越開車子越熱 然後我就發現 引擎蓋前面也有點冒煙了 高速公路不是三線道嗎 對 他那一天是三線道全開 連路肩也開開放了 那很危險 但是我車子已經開始 慢慢失去動力了 我就開始用滑行的滑到路肩 路肩滑到路肩停下來的時候 我就發現 天啊 你知道後面那個車有多快嗎 那全車道開放 然後我就嚇到 我就看拿那個三角錐 敢來放 我用手刀跑離我的車子 打閃黃燈跑到五百六百公尺 放那個三角錐之後 我拿著那個手電筒 我還不敢站在那個路肩 我站在上面那邊 你賣回來 大家這衣服這樣 重點重點 那天我們家族聚餐啦 他竟然遲到了 沒有 我去不了了 因為我還要打電話給拖車 對啊 很危險 然後那拖車來了 也盤我一道 那拖車來就說 你這樣的狀況 我只是一台小車喔 但我又不能不走 然後我就被 莫名其妙 我就被人被拖到一個 新竹郊區的一個停車長 那個修車長 停下來之後 那個師傅把我車子吊起來嘛 吊起來 他說我說 師傅 我的車到底怎麼了 我這車才剛買啊這樣子 他說 你這車子那個引擎下面全部秀穿啊 那沒有秀等於是吃水 吃水等於乾燒嘛 就冒業 引擎就壞了嘛 所以那整台車等於是壞了 我當下就打給我的那個業務 我就說你這個車怎麼 我會有這個問題 我吊起來看是這樣子 他說沒有啊 當初我們也就是什麼什麼 一定是你這幾個月 我怎樣怎樣 所以怎樣怎樣 他開始推些責任 好壞喔 我就跟那業務放狠話 我就跟他講說 如果你要這樣做生意的話 我可能會用我的社群的力量 或是去用我的方式去 告訴大家說 你們這車長是不OK的 對啊 所以最後折衷就是 再還給他啦 我等於賠了 差不多3萬到4萬這樣子 家族聚餐還沒到 對 他差點永遠不能到 永遠都到不了了 路間開放那車多快啊 幾天後才會到 對 而且我還告訴他 我還告訴他說 這個比市價低於這麼多的錢喔 他賺什麼啊 對 一定有問題 很可怕 沒有 除了買車之外 我覺得買房也是很可怕 買房也是很容易 那個低於市價 或者是有時候什麼 預售物或什麼的 朋友一起買 也要被修揪 那種也很容易 像我之前就是 我老公以前有跟我講過說 他在認識我之前呢 他也是想說 要開始投資房子 什麼什麼的 然後他的那個車隊裡面 就有朋友 在車隊裡面跟大家講說 我有認識一個 就是預售的案子 建商是很好的建商 然後我們可以 大家一起買的話 那個鄉里或什麼 可以給我們一個便宜的價錢 環購不錯 環購這樣子 然後預售的嘛 所以他們就覺得 價錢一定會比你之後賣的還要低 可以賺錢 然後他們還會揪你 就大家有興趣的 那我們約哪天 一起去看那個工地什麼什麼 所以我老公也有跟著他們 一起去看工地 然後看完以後呢 大家就會開始 有的人就講說 加一什麼什麼的 那原本我老公只是觀望 結果想說 好像幾乎大家都買了 跟他比較熟的都買了 他就覺得那好像不買不行 好像是這樣 我會迫到他 然後大家又會一直說 投資啊 到時候我們當鄰居 一起賺啊 一起賺啊 所以他就也買了 但是在買的當下 我老公那時候有發現 因為他們買的是四樓 然後他就有問那個朋友 就講說 可是這樣子四樓會好嗎 在台灣四樓就比較 對 就比較不好 然後他那個朋友講說 就是因為是四樓 所以價錢才這麼低啊 但是因為我們的位置 是在信義區 所以四樓也是有很多人要搶的 就叫他們說不用擔心什麼什麼 結果後面他們就買了嘛 然後預售的 然後蓋好了以後呢 有的人就真的住進去了 車隊有幾個就住進去 但是因為住四樓就是你知道 那個視野沒有很好 卡在一半 因為四樓 信義區 上不上下不下 對 所以你打開窗戶都是那個樣子 然後附近也是那個樣子 所以有些人有住 但是我老公就是屬於想要把它賣掉的 結果就放到那個網路上去買 發現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價錢太高 他們那邊的房價跌了 因為他們那時候買的時候 房價就已經不是便宜的了 結果蓋好以後 反而房價就是維持 身體變低這樣 對 反而那邊的 怎麼會 真的 然後後面呢就變成說 我老公就一直想說 那不行要趕快賣 結果他最後賣的時候 是賠了兩三百萬賣掉 然後有一些朋友 是連賣都賣不掉 還卡在裡面 真的假 然後他就想說天哪 那個朋友那時候還不是講說 給我們的是很低價 然後賣的時候 到時候一坪會比較高這樣 就去問那個朋友 結果發現他們那個朋友 已經被踢出群組 因為很多人買 然後發現那個朋友 他是跟建商有談好 他拉一個人買 他可以賺佣金 他有那個佣金 他在抽佣金 對 然後重點他自己沒賣 他自己沒賣 好壞的朋友 對啊 而且聽說那個人 賣給雅萍姐十七張保單 他現在後來轉去做保險是不是 對 因為他被踢出群組了 對... 都是同一種人是不是 對... 兩位都是新手爸媽 對 想當年我們也是 當然... 那個時候盤子當的才徹底 對啊 對不對 你說說看嗎 我們那時候他很多東西啦 買了很多東西 新手爸媽 推車 真的 到什麼洗澡的 然後喝奶的 我們以前買了一個呢 電動餐搖椅 他就是一個椅子 然後呢 他可以當搖籃 那你把它立起來就可以餵飯 當餐椅 可以餵飯 然後他旁邊會有那個速度 一到五速 就是搖籃 可以最快的 最ROCK的 還是說慢慢的 可以弄這樣 可以... 抒勤的... 這樣都可以這樣 他的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 因為他的那個椅子 是那個一個熔布的套子 對 那你也知道小朋友就是 他剛吃副食品的時候 會吃得滿臉滿身滿地 到處都是 抓來抓去 有時候吃一吃還吐 對 那所以說因為那個熔布的 因為怕冬天冷嘛 就熔布的 那有時候會吐到椅子 馬上要整個拔起來 下去洗 對 那有時候只有一套 我老婆說一套來不及洗 我又拜託再去買 可不可以單賣我那個椅套 又買了一套 又買了一套 就說起碼你有兩套可以換洗 那有時候一直要吐 那個來不及乾 有沒有 還拿吹風機吹這樣 弄弄弄弄弄弄 搞得真的是頭很痛 每天就在弄那個椅墊這樣就好了 大概多少錢 剛剛有講大概兩萬多塊 那一台這樣子 然後有一次我去那個六月家玩嘛 因為他小朋友就是年紀差不多 然後我就看到說 他小朋友也是在吃副食品 也是吃得滿頭滿身滿臉都是 可是他用的是一個那個塑膠的一個椅子 就是你們去那個餐廳 說有沒有兒童椅寶寶椅 他們會拿出來的那一種 最簡單那一種 就是一個塑膠的然後倒四根腳這樣子 那他也是吃得很髒啊 可是那有怎樣 整個椅子拿起來拿去浴室 拿水沖一沖 插一插出來又是一條好汗 跟新的一樣 合理 不用在那邊弄半天這樣 499 對 1999 然後給小孩在那邊這樣吃飯這樣搖 都可以看你要怎麼搖 他爸爸你要鬧是不是 499然後我花了兩萬多 對... 還要嗎我還有16個故事 不用... 因為我們知道你就是涼盤子 對... 我跟你講我也吃過一種苦 推車 推車是媽媽的夢 真的 你就會覺得推出去第一胎有沒有 然後你知道蕙姐你懂 推出去就覺得我是球 很有人世界最時尚的女生 對 時尚媽媽的感覺 那推車你不可能買那種很什麼 單輪的太遜 一定要買那個變形金剛的 對 就是要大台的 裝B系列 很能裝 然後大台大到這麼寬 然後這樣子三輪四輪五輪 怎麼裝都有啦 然後小孩在那邊就是尊貴 推出去就覺得帥對不對 但是呢你要把它收起來那個 你就會覺得 很難收 你要先把那個嬰兒已經拿起來 然後轉向轉完已經滿頭大汗半小時 然後那個大概我後來去看它那公斤 是45公斤 太重了吧 加上椅子加上車子加上全部要45公斤 已經快要跟我一樣重了 45公斤 然後我每天在那邊拆啊拿推啊 重點是多少錢你們知道嗎 一胎八萬 哇 那你就會想說 我那陣子到底是怎麼了 因為你知道生第一胎 你就會有那種私心瘋 然後那業務都會講 我跟你講這台 一胎兩胎三胎都可以用 對 而且嬰兒做完老人還可以用 老人做上去一樣推出去外面 對 一樣安全 對 然後講完就想說八萬 後來真的是一個災難 後來就是我們買了那一台 歪開頭的 對啊 對就是這樣一甩它就打開了 然後再一拉就收起來 那種最好 上飛機也很好用啊 又可以 又輕 又放心 但是新手媽媽會遇到的事情 就是很多啊 所以一定會裁很多 新手爸媽育兒精 累壞自己白費工 吃好媽媽 我要做一個什麼手指食物 就像妳講的 對 然後做一個好玩 我說好OKOK 隨便你 隨便你去做 弄了 小孩子 怎麼哭 又加小奶子 為什麼我本身不會做菜 你知道嗎 他就是硬要弄給他吃 然後像我之前就是八寶哈要開始吃副食品 然後就會周遭很多朋友就會跟你講說 有很多調理機可以用 然後調理機的價錢其實又落差很大 對 貴的真的很貴 然後那時候你就會想說怎麼辦怎麼辦 應該要買什麼 然後朋友就會一直推薦你啊 後來呢我就真的 跟朋友一起團購了一台 然後大家一起買喔 然後還會在上面分享食譜 然後做什麼米漿啊 或是什麼手指食物 大家怎麼做這樣 但是呢 媽媽自己在用的時候 你也會很擔心 因為你就是東西要乾淨嘛 所以你在做的過程 你又會一直洗手 然後弄一弄又洗手 你又怕會不會剛剛那個步驟髒了 然後弄完以後 你還要弄那個一格一格的 弄成冰磚 因為你一次打很厲害 對 所以你要弄冰磚 然後什麼要冰什麼的 然後那時候就想說 原來每個媽媽都是這麼辛苦走過來 因為那時候做副食品的時候 你做到會有點崩潰 想說好累喔 還要花時間 找食材 各種食材要找 結果後面呢 前一陣子有副幼展 然後我就跟蘿莉塔 玉兔他們一群人 我們全部新手媽媽 就一起去副幼展 去了一趟回來以後 我發現現在副幼展很方便 你知道嗎 有那種已經好幾包喔 將近50包吧 然後幫你編號 一號是米薑 二號蘿蔔 三號蔬菜泥 四號玉米泥 全部幫你做好 你就是一天吃一包就對了 然後這個泥吃完以後呢 他開始粥 什麼青菜玉米粥 然後蘿蔔 烏拉魚粥 全部都做好了 然後我就看著我家那些調理機 那我在忙什麼 像我老婆之前也是 他做給小燕寶吃 小燕寶吃喔 還不見得吃呢 小燕寶 吐了耶 吐了耶 為什麼我本身不會做菜 你知道嗎 他就是硬要弄給他吃 他說我是一個好媽媽 我要做什麼手指食物 就像你講的 他說就我在來 我說好OKOK 隨便你隨便你去做 弄了小燕寶吃 小孩子吐 吐 他把你弄他吐 這麼難吃 我說 我說有 你就這個我們花一點錢 你就去買算了好不好 真的 真的 有時候真的不要搞自己耶 真的 他是調理機嘛 你是 我跟你講我那時候在砍那個嬰兒床 有 嬰兒床也是 我就看了一個嬰兒床 他是國外進口的 就是他幾歲到幾歲啊 變形金剛 可以睡到國小 對 他睡得可以很舒服 然後不會翻來翻去 然後頭型不會變什麼時候 然後你還可以把它拆了 然後用 變書桌 對 然後就是幾萬塊 我就想說 這個滿好的不錯 我就把它訂了 訂回來一大箱 而且它是一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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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自己組喔 我跟你講他可以螺絲 這麼小一個 八角的 對 我裝到懷自己 你知道嗎 螺螺在看說明書 然後我裝了一個多小時了 他說 你這邊裝錯了喔 我說是你的問題還是我的問題 因為說明書是你看的 不是我看的 然後他一直罵我 吵架了嗎 對 然後我就一直被罵 裝了總共四個小時 睡下去哭 為什麼 不知道 我不知道 可能不知道是哪裡 不舒服還怎麼樣 我不曉得 後來又買了另外一台 然後他現在那一台 我裝的那一台 他現在幫他樓下堆他的玩具 根本沒有在 哇 變裝玩具的東西了 對啊 然後自己裝到滿頭大汗 然後弄到一個 直接已經討厭 我覺得我快去世了 但是我覺得那個床 就是每個人 你上網看你真的會 很亂啊 你會進去 你會錯亂 因為也有人說那種 木床的會卡小朋友的手 對 然後也有人說那種 像有一種是網狀可能 又會卡在網中間 又說會卡在網中間 所以你要買那個資訊 真的太多 而且有的時候 真的是你給小朋友 你覺得他應該會喜歡 結果你給了他 他給你爆哭 他就是不喜歡 他就是不喜歡 就傻眼 然後睡在父母中間 爸爸又會壓到他 到底要怎麼養小孩 對 就覺得很累 我朋友之前就是買那種床 有沒有 然後他就說長大可以變書桌 對 有有有這種的 然後幾歲 變幾歲可以變什麼對不對 有有 然後那個高度 你就怎麼調 你就覺得很離奇 然後到最後呢 你拆掉小時候 乾脆就把它變第二個嬰兒床 因為第二胎要出來 然後第二個嬰兒床 裝上去之後 就斷了 斷了 你常在那邊 煮來煮去煮來 他就不驚弄嘛 所以就是這種東西 我覺得還是買簡單 大方 便宜就好了 真的 還只會長大 功能單一就好了 沒錯 而且我覺得新手爸媽就是好 很多東西都會被盤 然後但是像我自己就會覺得小朋友 很容易碰到問題就是他們大便 因為小嬰兒的時候非常容易大便 然後我就要自己用 但我耳子又很重 然後有時候自己用完洗完啊 我老公就是會很怕那種 小朋友大便的味道 因為他覺得那味道很臭 然後我就會跟他講說 你怎麼不能每一次都是我幫他洗吧 因為很重 然後他就說可是那味道太臭了 他光靠近他就會想要乾藕這樣子 所以我就會故意用那個尿布這樣 去弄他這樣 然後他就會給我躲 我就想說哇他真的是豬隊友 然後也為了大便這件事情 我也買了一個什麼 洗屁屁神器 就你抱著洗就會好 還有什麼神器 真的 真的又要開始了是不是 一個像洗版的東西 拿出來 有 真的有嗎 我跟你講真的 你只要 我跟你講媽媽都會碰到很多的問題 所以你只要上網找 各種的問題都會被解決 所以家裡的豬隊友 如果真的很豬的話 你就上網找神器 就對了 洗屁屁有酷喔 對 媽媽需要很多的神器 但你兒子養得很好耶 對啊 我兒子很胖耶 好可愛喔 他長得很像爸爸其實 對 他跟爸爸長超像 然後他現在才剛滿七個月 你看那個腿腿 對 好可愛 好可愛喔 超Q 這個體重就是大便受不了 是不是 很重 這是重點 我真的是抱到我手斷掉 可是真的很可愛耶 好Q的 而且他現在才七個月 但他已經9.5公斤 所以真的很大隻 然後因為寶寶他的皮膚又很脆弱 所以他一直大便 其實他之前 你看他這樣白白嫩嫩的嘛 但他其實之前也是有什麼 所以其實我照顧他的皮膚也是照顧得蠻辛苦的 我小孩也是小時候那個屁股大兩次變 你幫他洗再擦就破了 而且他們的整體超嫩 對 而且他們的整體是你如果一直這樣反覆 因為他一直大你就只能反覆一直洗 然後就會洗到破皮 就看到他那個紅屁屁你就會覺得很心疼 超心疼的 對 所以我那時候為了他的紅屁屁 我也是上網去那種媽媽的社團 其實當了媽媽以後就會求 大家都有耶 媽媽社團 柔柔也有耶 因為你好誤就是要去上面找 可是真的耶 那個真的差很多耶 我跟你講你住哪就會有什麼 我是內湖媽媽加入 南港媽媽做南港加新的 我是新北媽媽 加下去就對了 我是中山 中山媽媽的社團 加 然後還有過年寶寶 加 永年寶寶 對 都是這種地方媽媽開團 對啊 所以我們那時候也是進 楊媽媽社團 楊媽媽社團就網路上就有推薦 因為寶寶的皮膚很嫩很薄嘛 所以他們就有推薦那種無香料 我找到一個無香料 無香精 然後聞起來味道也是好聞的 然後對付寶寶的一些濕疹 屁屁膏很厲害的東西 很棒 所以現在要上那個嗎 真的有帶來囉 真的有帶來囉 那好啦 我真的有帶來囉 我真的有帶來囉 我真的有帶來 我拿出來給大家看看 你一直假動作 我不知道哪個真正 對啊 到底哪一個是真的 我跟你講 我跟小楊哥過來了 像妳這個寶寶七個月 對 就是要製造無毒環境給他 沒錯 而且我想找的 都是想找天然的東西給他 沒錯 所以這一個就是在網路上 每個媽媽都大推的 愛草修護霜 然後它還有另一個很可愛的名字 叫 愛寶寶霜 對 愛你的寶寶 對 然後它的愛呢 其實就是艾草的愛 然後他們這一家很有名的 就是他們的裡面 都是使用艾草 然後像我前面的這個呢 就是艾草本人的樣子 然後它呢是強調 然後也 就是艾草的味道在裡面 擦起來很舒服耶 對 然後艾草對台灣人來說 一定是不陌生啊 因為端午節的時候 大家就會把艾草放到門口 對... 可以進化環境 那如果艾草做成吃的呢 就是像草花粿 很好吃 那如果艾草呢 做成保養品的話 其實它就是有修護的效果 所以它對皮膚的修護 是很有用的 然後中醫來說呢 它其實就是白草之王 那他們家的艾草是使用 有機的艾草萃取 他們自己在陽明山呢 有自己的農場 然後因為陽明山你知道 氣候就很好 他們的陽光啊跟水啊 然後是很自然的生態 然後他們也是用 有機的工法去種植 一年只有採收兩次喔 這麼珍貴 你知道是拿兩次嗎 拿兩次 就是重陽跟端午 一年就採收這兩次 因為這兩個時間呢 是它艾草活性最強的時候 是 所以是艾草修護力最好的時候 然後呢 你看這一罐乳霜喔 它這一罐乳霜 就要用我前面這麼多的艾草 萃取出來 那罐就要這麼多 它等於是濃縮再濃縮 對 所以艾草的精華全部都在裡面了 對 而且味道超級好 感覺濃縮在這一罐 功力很深喔 沒錯 功力強大 我家的女兒也是插這一罐 真的喔 真的 她也是插這一罐 然後我媽也試貨 雅萍姐 我媽把它搶來插 因為裡面她沒有添加任何東西 她知道這是好東西 終於不是盤子了 對 有 終於不怕了 然後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質地 然後像我挖了一點在手上 它的質地其實是這樣 有一點像是水凝霜的感覺 然後它其實很好推喔 而且不黏膩 你們可以試試看 而且到淡淡那個草本的香味有沒有 然後聞一下它淡淡的這個草本香味 其實它家的商品都有這個味道 然後這個味道不是什麼香精或是什麼的 沒有... 它這個味道其實就是它本身愛草的味道 然後你可以看它的顏色 它的顏色其實是有一點淡淡的粉色 它不是白色 它是淡淡的粉色 然後這個粉色也不是色素 它這是紫草根萃取的顏色 就是這個粉色 然後一樣這個紫草根也是來自於陽明山 有機的農法 對 去栽種的 然後裡面還添加了白芒花籽油 還有墨藥醇 那這些都是可以提高寶寶的肌膚 修護力的天然成分 所以不用擔心 可以用得很安心 可是那感覺它有很多地方耶 比如說紅屁屁啊 對 口水疹啊 有一陣子它很喜歡抓自己 對 我跟你講很過敏 像八寶就是... 因為像八寶它比較小嘛 它現在才剛滿七個月 然後有的媽媽是會幫寶寶剪指甲 對 是用小剪刀 但我真的不敢 因為我好害怕會剪刀 不會 小剪刀很安全 我很害怕 所以我是用磨的 但是你用磨的... 可是它會去你家幫你剪 可以嗎 但是你用磨的就是 有的時候會磨到有一些邊邊角角 你可能沒有住 對 然後它自己啊 可能想睡覺或是玩的時候就會抓 對 然後前陣子它就是也是 把它自己眼瞼在上面 抓了一個小小的傷痕這樣子 然後就紅紅的 然後我也是想說 這這麼天然 然後修護力又好 那我就把它擦在那個紅紅的地方 我跟你講不誇張 真的兩天它那紅紅就消掉了 就好了 就好了 修護力很好 修復力超快 小朋友 像口水疹啊 或是我剛剛講的尿布疹啊 尿布疹 我孫子的尿布疹也是用這個 真的 還有淡淡的香味 因為夏天的時候 悶你尿布一直穿著 其實悶在裡面 我也有發現 為什麼淡淡會一點一點紅紅的 你那麼仔細去看 要看啊 看尿布我兒子耶 小媽的 看我兒子的淡淡 沒有什麼毛病吧 你難道都沒看你兒子的嗎 有啊 沒錯 這都是爸爸媽媽的功課 這個味道在屁屁上 然後再把那個尿布穿上去 就覺得它好乾 對 而且我覺得這個味道 是很草本的味道 沒錯 管大人 小孩 老人 就是各個年齡層 都會喜歡這種味道 對 我剛剛本來想問 因為這個擦起來滿舒服的 想說只有寶寶可以用嗎 我可以用嗎 當然可以啊 你知道寶寶的肌膚 就是最敏感的 所以寶寶能用的話 大人是絕對沒問題 然後像這一瓶 除了我的寶寶用 我也會讓我先生用 但很多女生會去做醫美 會有一些小傷口那種也可以嗎 醫美也可以 因為我先生是牙醫嘛 然後你知道牙醫 牠那個手套有粉塵 所以牠拿掉以後 牠每天要戴好幾副手套 所以拿掉以後手會比較乾 我就會要牠用這一罐 就是當護手霜的概念 去滋潤雙手 所以牠的手也很嫩 那像妳剛剛說到醫美 醫美也是沒有問題 因為醫美完的肌膚其實很敏感 對啊 所以用這個也是沒問題 然後像我自己在使用上面 我就會把它當成面霜 像可能今天有工作 我就是前一天晚上我就會厚敷 在比較乾燥的地方 尤其是現在要進入冬天了 真的 要變天了 所以肌膚會特別乾燥 所以在乾燥的地方 你就可以厚敷一點 然後隔天的話 妝就會很敷 而且不會那麼乾癢 這麼多功效耶 對啊 所以這次我覺得 媽媽一定要擁有 因為這絕對不會讓你變成盤子 這不會踩雷的好處 真的 一家大小叉都很安全 你看連像這種皮膚都可以用 沒有 那種新牛皮用了也沒問題 也很棒喔 用愛來呵護 愛就是愛潮的愛 把你當作寶寶一樣的在照顧喔 謝謝Apple的分享 很多說那當然要買一些那種書 比如說一些什麼迪士尼 什麼白雪公主阿拉丁 類似這一種的嘛 買真的很貴 超貴的 然後有一天我就是打電話 給那個李佩甄訴苦說 真的是怎麼會這樣 那個書真的很貴耶 他說 那不然你要不要來我們家拿好了 我也想要去搬耶 可是一帶船一帶就對了 我們現場只有雨萌還不是 還不是爸爸 還不是爸爸 但我是已經到了 不一定啦 難講喔 不好說喔 未來 早說有時候沒有戴手套 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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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報 音樂姐等著報 電話在這裡 弟子在這裡 你有沒有覺得我們很好盤 新手爸媽好像都蠻好盤的 對啊 但是我就想起我媽媽以前是這樣子 因為我媽媽以前會瘋狂幫我買 像是 只問個為什麼 那種什麼書籍 百科大學 我覺得 兒童書籍是最好盤的 那很貴耶 還有兩百本的故事書 一百個為什麼 而且他是那種捨不得丟 他是那種到我已經國高中的時候 家裡還是三四個出櫃已經發霉 他還是不丟那種 我當時一直不理解 他花很多錢買 前一陣子 因為我的同學們都已經結婚了嘛 然後我就陪我的新婚夫妻的同學 去買兒童書籍 幫他小朋友買 然後到現場 就是那種什麼婦幼展那種 一堆鈴鐺滿目的 現在那個什麼有聲書啊 什麼立體書啊 什麼一堆書 安靜書 安靜書 對不對 就一大堆 他們兩個夫妻在那邊看 然後那業務出來畫出他們 就說 這個多厲害 多怎麼樣 我跟你講這個很便宜啦 這個五六萬塊花下去 這個一定可以讓他讀到學齡 從這個鴨鴨學語 到他的三四歲之後 到國小都可以看 然後他各種那種有聲書 立體書什麼書 什麼書 就一次買齊這樣子 然後我那男生朋友都在猶豫 想說五六萬塊有點貴 對啊 然後他老婆感覺很想要 因為他講得很好 對 然後你就看到其他新婚夫妻旁邊 哇 老公在那邊刷卡 然後他就覺得壓力很大 然後他就硬著頭皮就買下去了 反正可以分歧 他就說可以零利率 然後就買完之後 過了一個月 我那朋友打電話來跟我哭訴 他說 來了三箱書籍 重點是打開之後 他給他小朋友看 小朋友哪看得懂啊 這麼小的小朋友 然後他一直把打開 他還當那個什麼你知道嗎 撕的那種書來看 哇 因為他太小了 他把打開之後 開始撕那個書 這麼浪費 因為他看不懂啊 可以拿兩本去墊泡麵啊 這就不浪費 你買過書 我跟你講那個書真的很貴 很貴 然後他們就說 那當然要買一些那種書 比如說一些什麼迪士尼 什麼白雪公主阿拉丁 類似這一種的嘛 就是說 那你不要 不能說以後你出去 你兒子就像井底之蛙 人家在講白雪公主 人家在講阿拉丁 他什麼都不知道對不對 我說好...那就去買 就像你講的買真的很貴 超貴 然後有一天我就是打電話 給那個李佩甄訴苦 說真的是怎麼會這樣 那個書真的很貴耶 他說 那不然你要不要 來我們家拿好了 因為他的小孩比較大了嘛 他小孩現在已經念國中了 那我們就去趕他搬 一箱一箱的搬回來這樣子 然後搬回來 給小朋友看這樣 那我剛剛講這個事情的時候 有一個臉皮很厚的企劃 來問說 那那些書 李佩甄那些書在哪裡 我說在我家 他說他可不可以來搬 怎樣 就是一帶船一帶就對了 是這個意思嗎 是的 這樣很好相傳啊 爸爸媽媽就是要這樣幫忙 對啊 有需要 要相互幫忙 不會浪費啊 而且人家說 那個小朋友的衣服啊 那個也不要丟掉 你可以送給那個新生兒 聽說還比較好戴 對 對不對 不要都穿新的 今天講完了各種 遇到盤子的故事 真的是很令人火大 但是呢 沒有關係 大家只要保持這個原則 只要用花錢的 就再想一想 就像勤儉持家的我 就不會被別人當盤子了 因為他在上下班的盤子 就是我 聽完今天的分享呢 也不要忘了掃一下 我們的QR Call 然後上網回答問題 我們就會送你精美小禮物喔 是的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謝謝 請姐妹亮起來 下次見 拜拜